其實敷了麻膏之後 皮膚的感知能力都是大幅降低的 鳳凰電波這麼禁錄的兩個系統 敷了麻藥之後都沒效了 所以敷了麻藥反而打的鳳凰電波會更痛 哈囉大家好 我是脆舊美學院長楊世安楊醫師 今天跟大家來聊聊 你所不知道的鳳凰電波 的確大家會有個刻板印象 打電波真的好痛 這個是以前早期的黃金電波沒辦法 他必須要打得這麼痛才會有效 隨著鳳凰電波的問詞更普及 你會發覺很多人會跟你說 這個打起來好像真的沒那麼痛 效果卻更好 這是因為他科技的進步 再來因為現在鳳凰電波做的 減痛機制做得非常完善 所以其實疼痛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的明顯 真的喔 而且敷麻膏之後疼痛反而會更明顯 這句話的確很違背一般民眾的認知 跟違背我們人類的直覺 我們不是去打雷射跟做一些療程 像打尾疹 但要上一些麻膏嗎 麻膏不是可以讓我們更不痛嗎 這個原理到底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不知道的鳳凰電波 有兩個非常好的減痛機制 第一個就是振動回饋系統 第二個就是冷淚系統 振動回饋系統 為什麼可以有效的幫助你減痛呢 我們知道人類的感覺神經 一共有四種痛溫觸壓 振動是什麼 振動就是很強的觸覺跟壓覺 去減少我們的痛覺跟熱覺 也就是小時候跌倒的 媽媽管你拍拍呼呼啊 其實轉移那個痛覺 我們大腦可以注意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我們用振動覺去取代我們的痛覺跟熱覺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降溫系統 現在鳳凰電波打一下電波會噴四下的冷冷 而且在不打電波的時候 它可以無限的輸出 隨著我們醫生的需要 這邊可能疼痛我們多冰一下 其實可以有效的減低我們的疼痛跟熱的感覺 以上兩個系統 其實膚紋麻膏之後皮膚的感知能力都是大幅降低的 鳳凰電波這麼進步的兩個系統 膚紋麻藥之後都沒效的 所以膚紋麻藥反而打的鳳凰電波會更痛 鳳凰電波有把握用自己的減痛系統跟我們的冷眉系統 就做到很不痛這樣的一個施打療程喔 我們知道鳳凰電波就算你照本宣科 整張臉這樣施打都會有一定不錯的效果 但是我們知道要讓臉變小 皮膚變緊緻變年輕 其實也不是整張臉去拉喔 其實很多的重點是放在我們所謂的 Anchor Point上面 什麼是Anchor Point 我們臉上有很多重要的毛點 這個毛點只要被滿足了 下面的皮膚就是一把抓 所以呢我們去結合這個拉毛點的概念 跟所謂鳳凰電波本身加熱 就皮膚會緊緻這樣很強的原理 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打法我們叫做 一般民眾認知的老化 就是皮膚的鬆弛臉型的下垂 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的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卡 其實皮膚裡面還有所謂的 脂肪跟肌肉的重量 以上這些都會讓我們臉型往下拉 往下鬆 那為什麼年輕的時候不會掉下去呢 這個脂肪這個肌肉不是也在這邊嗎 是因為年輕的時候 這個支持韌帶很有力氣 這個支持韌帶把這些東西綁起來 很像我們輪胎上面的Kushion 這個懸吊系統 把下面送死的東西綁得緊緊的 綁得牢牢的 臉型就看起來很年輕 隨著時間啊 這個支持韌帶鬆掉了 我們的臉型就會整個往下垮 所以我們在改善鬆弛這件事情上面 不能只在皮膚上面做文章 甚至要去針對我們的支持韌帶 只要支持韌帶 不管用什麼方法讓它變緊緻 變以前的彈性回去 就可以讓臉型整個變年輕化 這也是我們在把 鳳凰電波上面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要去燙我們的支持韌帶 我們臉上的Anchor Point 不管是我們的剪夾鉤 不管是我們的提上眼剪機 這些位置其實它的支持韌帶是最多的 也是我們鳳凰電波燙的效益最高的 像一般民眾來 如果是Care法令你們的 我會請客人在笑的時候 我們笑著打喔 笑的時候讓這個支持韌帶更明顯 去燙它相對應的我們的矛點 甚至有些客人他是眼皮的鬆弛 打的時候要怎麼辦啊 要請客人翻白眼 讓這個支持韌帶整個翻出來 讓我們的體驗剪機跑得更上去 這個可以讓我們的拉提的效果又更明確 所以D毛式拉提啊 它其實打法就是把我們複銅電波 可以打到基膜層 可以打到支持韌帶這件事情 做的效益到最大化 其實原廠的建議啊 在30歲到60歲 不管男生女生 都是適合的族群 不過身為一個醫師 我還是建議 在皮膚有鬆弛有老化的時候 就趕快去阻止去介入 為什麼 因為當皮膚脆化 老化 玻璃化太嚴重了之後 皮膚去燙 讓它年輕化效果也有限 所以越早保養 我們越無找君子老化 我們知道鳳凰電波是在我們皮膚的 增皮層 較遠層 跟筋膜層 三層同時的加熱 我們皮膚的筋膜層 打完鳳凰電波的時候 會殘留一個55到65度這樣的溫度 這個溫度足以讓大腦 其中一個修復的機制 去讓我們的筋膜層 慢慢的變厚變緊 變得更有支撐力 那這個效果啊 回去可能要到三個月 才會完全的呈現出來 所以我都會跟我 打完鳳凰電波的朋友說 不要急 打完回去之後 好好吃 好好睡 三個月之後才是我們效果 最好的時候 另外 鳳凰電波打多久 要多久才做下一次 效應會更好呢 廠商是假的 鳳凰電波打完的效果 可以維持將近48個月以上 但是我們每天表情都會做很多 這個筋膜層 這個橡皮筋 會做很多的拉伸 放鬆 所以一些比較積極的 我會建議甚至到一年半 even到一年做一次 我們讓我們的皮膚 一直維持在一個 比較緊緻年輕的狀態 而不會讓老化繼續發生 鳳凰電波真的是一個 非常有效的武器 但是鳳凰電波 畢竟電波這兩個字都是 熱加 熱傷害 是一個加熱的武器 你要它完全不痛 這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它有兩個非常好的減痛機制 各位民眾來施打的時候 真的不用太擔心 原來是十分疼痛 因為這個機制的存在 可能剩下兩三分 這就不到 另外 各位在挑選 原廠認證的診所之外 一定要選擇 有原廠考核過的醫師 讓我相信原廠的機器 原廠的探頭 原廠考核過的醫師 可以給你美麗更多的保障 今天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這樣講好像太長喔 嗯 哇 又加這個 好了 喔 好 好 又加這個 好 就這樣 哈哈 對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